大家好,我是贝版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传奇人物 最近刚刚去世的澳门的何鸿燊 他的故事家喻户晓 他是澳门最有钱的人 他坐拥百亿资产 澳门三分之一的人都多多少少和他的公司利益相关 他本人又是一个大帅哥 拥有四个太太 这些都不是我想关注的 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一个人早期发迹是怎样做到的 就像上次我介绍富豪谷底球翻身 那个电视真人秀节目一样 我们来一起看看何鸿燊怎样从一穷二白 到拥有上千万上亿这个单位数字的 早期的他经历了什么 那些成功的商人一旦拥有一定资产规模之后 再后面就是雪球越滚越大 其实是一个挺无聊的事情 一点也不精彩 大部分梦想事业成功的人都是在第一步就被卡住了 因为没有挖到第一桶金 没有实现财务自由 我们观看一个人早期的历史 可以大体判断出如果你想发财致富 需要什么样的精力 什么样的品质 何鸿燊虽然白手起家 但是生下来却是在一个大富商的家庭里 他的祖父何福在香港是相当有名的大商人 涉及酒店餐饮 糖果贸易等等 何福的兄弟何东 是香港的首富 在当时是香港最大的洋行 一和洋行的总买办 在何鸿燊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亲正值自己的事业巅峰 也是做大买卖的 何鸿燊是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住在洋房里 保姆 厨师 园丁 车夫 侍卫 奶妈 奴婢 就有二十多人 这些财富虽然对他未来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影响 因为他是白手起家 但是给他最大的帮助其实是事业 现在有人经常说他们家里有商人的基因 我是不信商人的基因在血液里或者在DNA里这样的话的 何鸿燊的家族背景最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事业 在他回忆往事或者和亲戚述说往事的过程中 给自己奠定了独立做生意的思维方式和事业 很早就知道去独当一面的做生意做商人 有自己的business 而不是穷人思维 只求一份工资 这点看似容易 属于心魔 但是90%的人 大部分人这一关都没有过去 而沦为普通的打工仔 很快故事就发生了转折 侯鸿燊 付三代的好日子没过几天 他的叔叔和他的父亲 联合倒卖洋行股票期货 一下子破产赔光了 结果就是在他13岁的时候 家道中落一贫如洗 不仅房子要被卖掉 而且家里的仆人等等 全部被遣散光 他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小子 穷小子不怕 只要有稳固的家庭 可是家庭也没有了 他的一个叔叔自杀死了 一个得了神经病 他自己的父亲为了躲债 逃到了越南 很多年都不敢和家里人联系 除了失去财富受穷 更重要的是受气 家道中落之后是事态炎凉 亲戚躲着他们走 他母亲又特别要强 打工挣钱 住在车库里 含辛茹苦地 把他们几个孩子拉扯大 穷人家的孩子找当家 何鸿燊也不列外 在这之前 他在香港的一个很好的学校 叫做黄仁书院读书 但是他的成绩一塌糊涂 因为是富二代 天天就想着玩 经历这样的变故之后 他的学习成绩变得特别好 一下子成了班里的第一名 人就是这样的 一夜之间家道中落 一夜之间人也就长大了 1939年他在理工大学读书 学习成绩也非常的优秀 可是由于战乱的原因 这个书读不下去了 个人前途渺茫 他只带了十港元 资深艺人 去澳门打拼自己的天下 这和改革开放初期 不带分文 偷渡出国 甚至90年代 带着几百美元 到国外洋插队的我们 其实都非常的像 不同的是 何鸿燊很快就弄到了 第一桶金 当时香港首富何东 也在澳门避难 何鸿燊上门拜访 他见到了心目中的家族偶像 何东勉励执孙道 年轻人出来干活 要想成功 记住两条 第一 要勤力肯干 第二 钱要抓在手里 抓得紧 不要乱花钱 这两句话是不是 和我的书上 说的简直一模一样 第一 就是 节俭是一种美德 第二 就是用 勤快人理财法 何鸿燊共职的 连昌公司 是当时澳门最大的公司之一 战时的澳门 商品紧缺 物价飞涨 很多商人和公司 大发战争财 具有 中日浦三方背景的 连昌公司 拥有了不少特权 公司的主要业务 是以货 换货 用机器零件和船只 交换 粮油 食品 等澳门紧缺物资 在战时 连昌大转特转 盈利疾风 绕门最大的官商之一 在连昌任秘书的何鸿燊 做 粮油棉纱的业务 何鸿燊的 一个特长 就是记性特别好 他记得2000多个号码 几乎是当时商家 和客户电话号码的全部 老板问起 某个商社的号码 何鸿燊马上就能爆出 一字不差 做了一年的职员 刚刚20岁的何鸿燊 被提拔为连昌公司的合伙人 他的主要工作是押船 这在当时是一个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的风险航荡 在海上 日本的军舰横行 海盗出没无常 杀人越货如家常便饭 何鸿燊非常清楚 一个穷小子若想报复 避走险路 在连昌冒着九死一生创下的业绩 为何鸿燊赢得了名声和金钱 1943年 连昌给他的分红 高达100万港元 从这段故事里 你可以看出 何鸿燊是非常聪明的 也是非常勤劳的 四年挣了100万港元 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 这部分有一部分是运气的成分 但后面的故事就不是运气了 我自己感觉人的一生中 总会有天降横财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 但是很多人 把这些横财就挥霍掉了 或者用于消费 或者被借走送人 或者买了各种 不能让他们获得更多财富的奢侈品 总的来说 钱来的容易 去的也快 在贸易局工作的时候 何鸿燊发现 做限额生意是个不错的买卖 于是他和永华银号的老板 何善恒 合伙创办了大美洋行 两人优势互补 一个利用官商的权利 一个保障资金的正常周转 洋行生意兴隆 利钱滚滚 何善恒是 恒生银行的创始人之一 他对何鸿燊日后的事业帮助很大 50年代何鸿燊投资房地产 恒生银行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二战结束后 何鸿燊的事业开始风生水起 经营业务扩大到 拆船经营买卖 药品代理 火柴制造 炼油等业务 成为澳门屈指可数的大富翁 不过这些都是小买卖 真正让他发家的是赌场买卖 一开始何鸿燊 无异于澳门兴起的赌博生意 唯一和赌业沾边的 就是他的一个船务公司 他购买一收 载客300多人的佛山号客轮 当时是港澳间最大最先进的客轮 很多香港人都会坐着佛山号 到澳门来赌博 1961年的一天 当听到姐夫叶德利鼓动他加盟 除参股之外 还让他作为竞选财团的申请人 以及获奖之后的持牌人 他足以拿定了 何鸿燊从未涉及赌场 自己甚至从来没有进过赌场玩过一把 但他早就听说 赌场惊人的利润和专营权开赌的好处 他开始精心筹划组建财团 为了壮大财团的力量 何鸿燊找到了他在黄仁书院的学弟 已是香港亿万富翁的霍英东 霍英东出身逼威 早年也做过偷运战略物资冒险的生意 然而加大业大之后 霍英东极其重视个人社会声誉 总觉得开赌场是一门不光彩的偏夜 在何鸿燊连说带哄之下 终究勉强同意入股 在后面的故事其实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也变得很无聊 因为都是一些很大的数字 都是一些无聊的生意数字游戏 何鸿燊的故事其实和另外一个人非常像 这个人说出来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草原英雄 一代天骄 熟悉承津思汉长年历史的人 几乎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故事一模一样 铁木珍也是显赫的黄金家族出身 但是他在少年的时候家道中落 父亲被塔塔尔人堵死了 他和他的母亲被驱赶离开了部落 被众人褪弃 母亲在死亡线上把几个孩子拉扯大 然后他能够白手起家 中间被人追杀甚至被抢走妻子 但是他能够顽强的一点点搬回来 最后统一整个草原部落 开启征服万国的历程 和声也好 成绩思汉也好 这些人都有一些共同点 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第一就是他们都很聪明 何鸿生很聪明 你从他的学习成绩中你可以看出 从他寄电话号码的本事里 你也可以看出 他工作四年就能够在洋行里展露头角 你也能够看出 成绩思汉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人敢质疑成绩思汉是一个聪明的人 虽然他没有读过什么书 也不认识字 第二就是他们都生在曾经显赫的家族 其实这对他们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帮助 就是让他们的视野不一样 让他们野心勃勃 他们一开始就不甘心寄人篱下给别人打工 而是要自己称王称霸 在战争争霸的年代 就是要做老大 而不是去当一个将领 封一个王侯 在和平的年代 就是自己独立做生意 一旦有一点点的资本 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做生意 而不是谋求一个高薪稳定的高管位置 为什么有人一生下来就有这样的视野 有人没有 我觉得是榜样的激励作用 如果我们的父辈曾经辉煌过 那为什么我就不行呢 而很多人其实没有这样的role model 人生偶像 自然也就没有这样的视野 大家总觉得大富翁这样的事情 离自己太遥远 想都不敢想 他们的情商都非常高 如果你熟悉 蒙古草原争霸的历史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成吉斯坦并不是运气最好的 也不是武力最强的 但是他是情商最高的 何鸿生也是这样 他也是情商挺高的 就是他能够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善于和别人合作 以及和各种各样的人合作 如果他情商不高 也不会有四个太太 如果一个人家庭内部都搞不定 很难想象他能搞定其他人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在美国的华人当中 很多都是当年的学霸 情商高的人比例可能相对低一些 老中很勤劳 大家往往喜欢劳力 而不喜欢劳心 第四就是他们在早年的时候都有 伯乐和鼎立相助 同样发达富贵的小伙伴 何鸿生的伯乐是 何善恒 小伙伴是霍英东 巴菲特说 年轻人如果想事业有成 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那个行业最优秀的人 从徒弟做起 他的伯乐就是本杰明 成绩三的小伙伴是他的安达扎木合 如果你想事业有成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先找一个伯乐 不要等着伯乐来找你 何鸿生的故事我就说到这里 总结一下 结合上一期讲到的百万富翁谷底翻身的故事 给年轻的阅读者一些建议 第一 成就事业最重要的是野心 没有野心 没有事业 你就无法拥有内在的驱动力 我想说的这个野心是真正的野心 并不是口头上说一说而已 而是为了这个野心 你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做多大的努力 大部分人看到风险两个字 转身就跑了 想到下个月可能破产 没有 工资收入 都被吓走了 第二 就是上帝不会无缘无故让你突然成功 或者让你变得突然非常有钱 在早期的时候你需要节俭与勤劳 节俭让你拥有投资的资本 而聪明 而聪明与勤劳 让你拥有良好的口碑 让你把握机会拥有第一桶金 让你能够找到很多人跟你合作 第三 就是年轻的时候受到挫折是好的 尤其在你青少年的时候 挫折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们当父母的 千万不要害怕自己的孩子受苦 我始终认为 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技能本身 而是赋予孩子勇气与责任 让他们很小的时候学会自立 懂得责任 不要胆小怕事 在当下社会条件下 其实最好的办法 就让孩子早点断奶 越早越好 让他们早早的财务独立 感谢观看